政府为约细社群初中生而设的共创明天计划 截至今年2月底有21个学员退出 政府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 说退出计划的学员原因包括学业繁忙 同学校活动或者课外活动葬期 以及星期六日要参加补习班等 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共创明天计划 去年10月开展 召募了2,800个来自约细社群 尤其是居住在劏房的初中生参加 每个人获配对有诗参加不同的活动